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十一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13校 这边我放一张图,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城墙 城墙也叫做城郭 这个城郭代表的就是这个姓氏郭 上面的鸟也叫雀儿 大家知道这个郭威的小名就叫做 郭雀儿,城郭前面有很多水 这个水代表的是汉水 暗指的就是这个刘之远 建立的后汉 别的麻雀都在汉水上飞 暗运了很多将领,带兵北上 只有一个郭威,借着攻打契丹之名 返回了京城,做了皇帝 最后建立了后州 这个趁约,汉水节 雀高飞,飞来飞去何所止 高山不及成国堤 这里的汉水节说的就是 刘之远建立了后汉 但是他每两年就病死了 儿子叫刘成佑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隐帝 这个正局动荡 最后被这个郭威兵变所灭了 这个雀高飞,飞来飞去何所止 高山不及成国堤 说的就是这个郭威的小名叫雀儿 飞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这个百个雀儿水上飞 99个过山溪 指的就是历史上很多的将领 在兵北上 越过黄河在这个太阳山以西 抗击这个契丹 但是呢,只有一个踏破族 高熙独自李毛伊 说的就是这个郭威 只有郭威这一个人呢,借着攻打契丹之名 起兵造反,并且呢 黄毛加身,打回了京城 最后做了皇帝 指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那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 上一集的推读我们说到了 这个石敬堂建立了后晋 但是这个后晋呢被契丹给灭亡了 这个刘志远呢 就在这个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汉 他在有期间呢算是任用贤明 身受不暇和这个百姓的欢迎 但是呢,他当了没有一年的皇帝 就因病去世了 这真的是那啥不偿命啊 留下了他这个儿子,叫尹帝 尹帝继位呢,祸患也由此而生 后汉尹帝叫做刘承佑 刚刚继位不久 就重用这个库里叫苏丰吉 搞得整个朝廷人心惶惶的 苏丰吉的兴发之众 历史都罕见 他规定啊,凡是百姓有小偷小摸的 就杀其全家,诛其九族 甚至可以诛连到邻居和全村的村民 结果这一条法律书 好多地方的这个村中百姓啊 都显显的被杀光了 天下这个动荡不安 这个刘承佑的母亲呢 就告诫他 你要是这样干下去 那迟早就会出乱子的 但是这个尹帝呢,就不听劝告 任由这个苏丰吉为所欲为 为了使政令实施的更加顺利 他们便谋划把有能力的 对抗朝廷的将军呢 通通的都杀光了 这其中就包括正在领兵在外的大将 郭威 由于郭威不在京城 杀他的行动呢就无法得逞 隐帝呢便命人 将这个郭威留在京城的妻儿老小 满门抄战 同兵在外的郭威听到这个消息 异常的愤怒 随即就掉准矛头 对准了京师 誓言要报这个血液深仇 那这件事情本来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 这郭威率兵攻打回来啊 这个隐帝的母亲也是怒不可遏 就破口大骂这个隐帝 并想尽可能的化解这件事 但是隐帝啊 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就不知悔改 就仍然听信这些小人的谗言 意图与这个郭威拼死沙场 随即呢大开城门迎战郭威的军队 结果没两下子就被灭了 隐帝本人呢也死于乱金之中 年仅二十岁 消灭隐帝之后呢 郭威就率兵入城 经过拜见这个太后 并且向太后请罪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啊 郭威这个人还是非常的忠直 他并没有想谋反或者是 造反当皇帝的这个想法 然后呢这个郭威就请皇太后 兼朝听政 并立见刘志远的侄子 叫刘毅为帝 但不晓得是啊 此时恰逢契丹入侵 郭威就又踏上了这个保家卫国的征程 就在离开京城不久 到达潭州的时候 大军突然停滞不前 并且大声的喧哗 赵光阴和郭威的侄子柴蓉 这些大将呢 就从人群之中冲了出来 将一面军旗撕扯下来 披在这个郭威的身上 并且高呼 如今我等贡献定时日 如果再奉刘氏为主 我们留在京城的亲人的性命 谁还能保 请将军为大家着想 在重将士的这个拥立之下呢 这个郭威就自立为帝了 建立了后州 而刘志远的侄子刘云 一听说郭威要立自己为皇帝 喜自自呢 快马加鞭了 改往京城 结果人到半路啊 就被这个郭威的部下 给偷偷杀掉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郭威受益的 那这个就 人心鬼欲 就不太知道了 后汉的这些残余呢 势力就逃亡到了北方 建立了北汉 归死后呢 他的侄子柴蓉继位 在这个柴蓉的南征北战之下 中原地区逐渐的归顺于了后州 这一项聊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第十四项 大家先看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是一堆干枯的树枝 中间只有一根树枝 长了嫩叶并且发芽了 这个干枯的树枝就象征着 周氏中柴蓉 因为柴就是有干枯树枝的意思 枝头新生的嫩芽呢 则代表了柴蓉的在位期间 颇有作为 让五代十国的黑暗局面露出了一丝丝希望的曙光 我们看一下趁月 李树德根牙十六曼放花 说的就是五代十国 一共经历了李姓 石姓 刘姓三个姓时所建立的政权 前面推背图我们都有提到 李代表的就是李存旭所建立的后唐 石呢就代表了石敬唐所建立的后晋 这个石六的六就跟刘是同音 他代表的就是刘之远所建立的后汉 枯木封春指一顺 这是一个双关语 枯木指的就是柴 柴封春 戎呢指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戎 合起来就是柴戎 指一顺就说明柴戎很有魄力 使得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轨 但是这种情况就没有持续多久 他就病逝了 让他天下静荣华 指的呢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呢 各地的藩镇首领称雄称霸 竞相追逐荣华富贵 纷纷呢都各自的称王称帝了 下面看一下宋语啊 金木水火土一宗 指的就是五星流转 来表示五个朝代相继出现 有相继的灭亡 十三童子五王公 指的就是就是说 朝代一共经历了 一共有十三个人做了皇帝 其中五位呢是开国君主 童子的意思就是 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短 英明重建太平日 指的是人们终于迎来了 这个圣得贤明的君主 太平的日子也来了 五十三参运不通 指的就是五代一共经历了五十三年 但是因为时运不通 所以呢就是战乱不断 这一项到底发生什么历史事故呢 这一项的主人公就是柴绒 他是五代的最后一位皇帝 他生于乱世 小时候呢父母呢相继叙事了 他就被他这个孤父郭威 就是我们上一话提到的这个郭威 受为了养子 在这个郭威的培养下呢 柴绒就成为了文武兼备的人才 归于病逝之后呢 因为身后没有子嗣 这个柴绒呢就以侄子的身份做了皇帝 在柴绒之前呢天下已经动荡了五十三年 经历了五个朝代 先后有十三个人做了皇帝 柴绒刚刚即位就遇到了这个北汉啊 勾结契丹入侵 他呢就亲自率兵出征 击溃了北汉 之后呢他又征讨巴蜀 南唐厚州 疆域就逐渐的扩大 国力呢逐渐的强盛 没过几年啊 这个北汉就联合契丹 再次来返 这个柴绒呢就再次竞争 再次的大获悬胜 收复了三州十七线 厚州威士大人 这次的大胜啊 就使这个柴绒的信心倍增 就准备乘胜追击 一举将之前割热给契丹的这个幽州 全部都收复回来 但是啊这个天宫不作美 柴绒呢突然得了疾病 不得不搬尸回巢 不久之后呢就病逝了 柴绒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再被契丹呢任用贤能 改革立志整治贪腐 社会的管理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他还尽量的免除科捐杂税 使呢这个老百姓呢也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在历史上呢柴绒呢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军 他不仅精明强干 而且初始谨慎 虚心纳箭 势必公信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世事居细的性格 成为了耗尽其心力的最大杀手 让他这个年纪轻轻呢就去世了 没有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当时定了个目标就是说 以十年拓天下 十年养百姓 十年呢至太平 他有这样一个政治理想 这个报复很可惜 以他才能啊 如果老天真的给他足够的寿命的话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第十五项 第十五项呢就比较是个好消息 就代表五代世国这个混乱的时代一个终结 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有一个小孩 手里拿着一个扫把 他要杆树成这个蜜蜂 这个小孩是谁呢 这个小孩就是宋太祖赵匡毅 他的乳名就叫做香海儿 他拿扫柔驱赶蜜蜂这个行为呢就是暗指 他要扫出群雄 是这样一个行为 大家看一下趁雨啊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 指的就是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包括地上的山峰和江河 那都要遵从宇宙的规律 周日复始的运转 以此来暗喻社会的历史演变 也是有规律可行的 跟天象是相互呼应的 海内纷纷 父后子前 说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 中原地区战乱纷纷 大家看一下这个宋约 战事中原起未休 说的就是这个五代十国啊 地方歌剧战乱频发 己人高枕卧心歌 说的就是在战乱年代 没有人能过上安门的生活 环中自有真天子 扫尽群妖见日头 说的就是在这个茫茫宇宙之中 自然呢就会有一个真命天子 下凡来解救战局 而一旦真命天子降临呢 历史就会重见天日 各地的乱局呢最终也会得到平定 这项背后的历史到底在讲什么呢 大家知道唐朝亡国以后 各地翻阵截度史 那就是分分自立了 形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 长达53年 各地的军阀连连混战 先后建立了五个政权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五个朝代 分别是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还有后周 同一世纪的南方呢 也出现了一些小政权 像是 吴越 南唐 南汉 南平 吴 民 楚 贤蜀 后蜀 包括北方我们提到的北汉 这时期呢被统称为五代十五 公元957年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后周势中柴蓉 他征讨南唐 李景大败 将这个长江以北就割让给了后周 他自己呢也去掉了帝号 向这个后周称臣 公元961年这个李景的儿子李毅继位 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唐后主 他呢才华横溢 擅长誓词 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吧 却乏善可臣 这个公元973年呢 北宋赵匡义召见李毅 想要让他投降 被李毅拒绝了 北宋呢随之出兵攻打南唐 两年之后南唐又灭亡了 李毅被俘 我们最后就在这个南唐后主李毅的著名诗词中 结束今天的视频 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词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叫做余美人 那今天的推背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